那这个谈多咳嗽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植物 这个就是极为重要的杰梗 这个就是刚刚挖到的杰梗 这么高一株 那用的就是它下面这个根 那这个杰梗早在秦汉时期的药书 神龙本草经就开始记载它的功效价值 现在的又是载入中国药典 那这个杰梗它是一个为苦心性贫的一个性 能够入肺筋 这个就是个好东西哦 不错 非常的好 那主要就是个宣肺 沥烟 驱痰 排龙的一个作用 那在张中井的金贵药率里面呢 有一个自肺庸的一个方 叫杰梗汤 那就是这个杰梗加甘草两味 非常的简单 这个杰梗可以在秋天采划它的根就OK了